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瑜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畫唇的小技巧 因為我的膚色比較健康 所以我的唇周就會比較暗沉 就其實仔細觀察很多女生的唇周 都會跟她內唇的顏色有落差 就可能會比較白 會比較偏紫色 像我自己是深紅色 就是所以我一定要遮我的唇 它才會是我想要的那個唇膏的顏色 那我自己挑唇膏的邏輯呢 都是挑像是粉膚色啊 或是像這個是 這個紅一點 這個是那個鬼怪色 就是那個韓劇的鬼怪色 還有這個是在深一點點的 在豆沙色 豆沙色一點的 類似這樣子的邏輯去挑 那我自己平常呢 會在畫底畫完 然後剩下來一點點底之後 直接壓在唇周 我會有一點點抿嘴 我會有一點點抿嘴 因為我覺得可以保留內唇的顏色 然後壓過之後 就會可以上唇膏 用它尖尖的地方 直接描唇線 這樣子 但是我其實其他的 平常畫的都是更淡更淡的 但因為我想說 就是可以明顯的看出 把唇周遮掉的效果 這樣就可以內外不會有落差 嗯